首先介绍一下我们100体验影的测试路线规划 我们的测试路线总长105公里 涵盖了25公里的环岛路 29公里的环城高速公路 以及51公里的市区路段 首先我们会在加油站把车加满油 测试结束后 回到加油站再次把车加满油 此时根据加注的燃油量和实际行驶里程 计算整段路程下来的百公里油耗 另外在测试过程中 我也会分享车辆在其他方面的表现 让大家对测试车辆有更全面一些的了解 这次测试的是2023款领克011MFPM 以下简称领克011MF 值得价为19.18万元 我首先去大学从外环西路的中石油加油站加满92号汽油 车辆加满油后我们进行设备检查 所有车式开始测试 测试当天天气行室外温度42摄氏度左右 空调温度设定为自动恒定20摄氏度 风量三档 驾驶模式设置为经济模式 都能回收调制最低 首先进入的是大学生环导路 环导路分为外环中环和内环 但我们只走外环和内环 前期我们只走半圈外环 设下半圈在回程式谷上 我驾驶了领克011MF 搭载了DH1-E5昏动专用发动机 最大马力150匹 最大扭矩225牛米 同时配备了前置用磁童木链机 系统综合功率180千万 综合扭矩545牛米 传动系统采用三档DHT昏动专用变速箱 领克011MF车道动力系统的动力输出 相当平顺丝滑 而且还具备弹射起步功能 设施当天 大学生外环路车流量小 所以相对比较通畅 但这天的大学生内环路 车流量相对大一些 在前期的环道路的18个红绿灯里 其中9个灯位是绿灯通行 直接通行率为50% 平均时速只有34公里每小时左右 前期的环道路行驶了16公里左右 离开环道路时表显油耗为6.3升每百公里 在穿过两条隧道之后 我进入了环城高速路的东南环路段 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 一刹高速 我便打开了领克011MF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这道系统也表现出相当高的精准度 能在所在车道上 很好的完成自适应巡航的任务 在环城高速路上 我驾车行驶了25公里左右 当天的环城高速路上 车流量不算大 所以这段路我的平均时速是72.5公里每小时左右 离开这段路时 表显油耗为5.0升每百公里 数值下降了1.3 从环城高速上下来以后进入环州三度 这段路在当天的车流量较大 不过领克011MF作为一台油电混的动力SUV 在电机的驾驶下 即便频繁走走停停 也不用担心油耗上升的厉害 电机的动力输出特性让领克011MF起步清怪 另外发动机启动后动机也偏小 加上动力输出平顺 以及正常刹车时点头感不明显 所以在日常驾驶的感受上 领克011MF给我一个不错的印象 这段14公里左右的路程 一共经过了14个红绿灯 其中7个灯柜是绿灯通行 直接通行率为50% 平均时速为32公里没有时左右 离开这段路时 表现油耗为5.1升每百公里 数值比离开环城高速时上升了0.1 来到中山一立交 我驾驶朝着广州大道难行驶 这段路的路况会比较复杂 社会车辆 行人 电动自行车混杂在一起 所以车速很难提起来 而且这一段路程 路面相对没那么平坦 所以这也考验领克011MF底盘的 舒适性表现 领克011MF采用前迈复训式 后多灵感式独立悬架 悬架条件要兼顾舒适和有韧性 经过不平等的路段时 能化解大部分的震动 同时在过弯时能提供不错的支撑性 底盘整体来说也能给人扎实的感觉 这段路行驶了11公里左右 一共经过了20个红绿灯 有13个灯位是绿灯通行 直接通行率为65% 平均时速为31公里每20左右 离开这段路时 表现油耗为5.20每百公里 数值比上一段路上升了0.1 到了广州大道南 路况前期有些小拥堵 但好在后背还算顺利 我一共行驶了11公里左右 经过了9个红绿灯 其中4个灯位是绿灯通行 直接通行率为44% 另外离开这段路时 表现油耗为5.30每百公里 数值比上一段路上升了0.1 到了广源快速路 路上车流量也不大 在这段路我也进行了 加速潮车和变道穿插动作 领克第一EF搭载了这套 混动系统动力响应迅速 加上动力充变 所以加速潮车变道完全不吃力 这段路一共行驶了6公里左右 广源快速限速80公里每20 我的平均时速达到了60公里每20左右 离开时 表现油耗依然为5.30每百公里 进入科运路后 继续往大水城外环路行进 好在这天的科运路的车流量相对不大 但也跑不快 驾驶穿过几条水道之后 就可以到达大水城外环路 这段路最终行驶了9公里左右 平均时速为41公里每20左右 经过了两个红绿灯 一个灯位是绿灯通行 直接通行率为50% 离开这段路时 表现油耗为5.20每百公里 数值比上一段路下降了0.1 继续跑完剩下了半圈外环路 这段路一共行驶了9公里左右 经过了7个红绿灯 7个灯位都是红灯等待通行 直接通行率为0% 平均时速为31公里每20左右 到达大水城外环吸路的中石油加油站时 表现油耗为5.20每百公里 到了加油站后 再次给领克01EF加满92号汽油 这次一共加注了5.86升汽油 而测试路线总长105公里 最终表现油耗为5.20每百公里 最后结合燃油加注量和行驶里程可得出 领克01EF实际百公里油耗为5.58升 测试当天的92号汽油油价为8.44元每升 则算下来每公里的汽油成本为0.47元 官方标注的百公里油耗为4.88升 在这长度为105公里的测试路线中 我一共经过了70个红绿灯 其中绿灯34个红灯36个 直接通行率为48% 另外领克01EF搭载了智能网链系统 但由于是访客模式 有些功能是需要登录才能打开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这台领克01EF呢 它的车机性是进行升级的 相比老管车型 然后呢 它的语音控制可以打通了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可以直接语音切换驾驶模式 给大家展示一下 嘿领克 你说 切换驾驶模式 没问题 它就是从舒适模式切换到了运动模式 然后呢 它还可以识别主驾驶跟副驾驶的语音 比如说副驾驶的人说打开车窗 然后他就会打开副驾驶的车窗 这个是有进行各个分别的 另外它的功能也是很丰富 除了刚刚这一个地图式的桌面 那除了一个地图式的桌面之外呢 可以看到点开之后 还有很多的应用 然后可以获取更多应用 那是因为需要登录 然后小程细节本也是有进行一些分类 然后点开之后 这个图标是可以拖动的 它的位置是可以进行的 就跟我们手机一样 但是不能进行一个归档 如果说能进行归档会更加好 另外这台领克01EF 它的车离系统给我了 大感受就是 相比老款车型 这个反应速度提升了非常多 因为领克的车离系统 一直以来就是被多车主吐槽 反应比较慢 而现在呢 这台车的设计反应速度 真的非常的流畅 还有对于一台SUV 可能不少人还关心它的噪音表现 这里我用分贝仪给大家实测了 领克01EF在吸火和代速 以及在时速为20公里每小时 40公里每小时 60公里每小时和80公里每小时 这些状态下 车内的精密性表现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噪音标准 总体来说 领克01EF 无论是动力 油耗 精密性 智能化等方面 都可以说是比较不错 所以预算20万元左右 这台车 你可以考虑合理 我这台车 都可以说是比较不错 我这台车 是比较不错 我这台车 我这台车 感谢观看